投资长今天台股下跌 143 点 但是我们的股票都很不错 像是智元今天又在涨了 盘中喷了 4% 股价也重回 200 大关 精彩今天盘中也有 3.7% 的涨幅 今天你的标题很吓人 外资大逃杀还会再继续吗 外资大逃杀还会再继续吗 果然如我所料 这个标题是 12 点都会想好 结果我今天外资居然卖超 251 亿 而且外资期货空单居然减了 1702 口 从多单口数最多来到 35,000 口以上 现在只剩下 12,000 口的多单 哇 这些恐怖的数字 外资是否大逃杀持续呢 可是我要告诉你 拉回到什么时候反而是买点 为什么如仪惠所说的 我手边有这么多股票这么多标股 还会涨呢 这些秘密是什么 独价秘密 还有荣耀华尔街告诉你这些俄罗斯的叛变 接下来会怎么样的结束 五二三争怎么样结束 一切的预告通在今天荣耀华尔街 大家好我是仪惠 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6月26号 台股下跌143点 收在17059点 联准会主席鲍尔重申 虽然说现在已经接近了升息的终点 未来可能还会再升息一到两码 而美股方面呢也呈现了涨多拉回的格局 上周四大指数周线是全数收黑的 也结束了连续好几周的涨势 而台股的部分今天也大跌了143点 回测到万七关卡 贵买也以下跌1.96点作收 后市盘是怎么解析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 继续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 场场爆满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你好放假回来 大家有没有想念投资呢 有 可是我与你们同在 如果你是想念我 是不是你还忘记加我的LINE 因为我的LINE Telegram我基本上我发了好几篇文章 独家的 华格纳的那个新闻 俄罗斯政变的最新报道 而且是我 我跟大家讲我一公发信息的时候 新闻都没报道 一发完信息以后怎么样 新闻怎么样 就开始出来了 就开始出来嘛 那时候你在国外你应该有看到嘛 对不对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你要找一个老师 就像在休假的时候 都很认真的分析师 那如果你找的是我 恭喜你 找罪人的 我不认嘴巴讲的 我要事实上来证明我多爱大家 就跟大家讲 事丰日下人情不古 每个人都说对大家很好 可是你想想看哪个老师最认真 你要选择像我这样的认真老师 你自己可以作为评价 好不好 你说啦 没关系 我们现在说韩琴 来 是 好 昨天您就发我预告了 说今天台股会下跌超过百点 果然又被你说中了 而且就算你放假前 也提醒大家说 17,346点 可能就会是台股短期的最高点 幸好你有吐行大家 大家今天碰到这样的行情 可能就比较博卫性晃晃了 是 对 你继续说 来 关心 不过虽然说您对盘市的预测 这么的精准 我们的股票啊 其实今天表现也很不错 像是震耳玉龙的震聋 有没有 特长有听到吗 有听到 有听到 是 震聋今天表现很不错 今天盘中涨了6% 外传7月份这个探权交易所要成立 到底有没有机会再涨一波呢 我们稍后请投资长来 帮我们解析一下 好 那你再说 好 我们对股票还是蛮强的 对 那有些股票回答 等一下我都会跟他解释 来 好 那智元这个部分也很强 天天涨啊 他天天涨啊 天天涨不停啊 是啊 这时间收了8根红K 今天又继续涨了 今天盘中涨了4% 属价已经重回200大关了 另外你一直说很精彩很精彩的 精彩 今天表现也很精彩 今天盘中涨了3.7% 可是我想请问投资长 就是说 现在台股 距离万级 我们最低来到了17,011点 对 就差11点了 就可能会碰到17,011点了 那接下来有机会再转折向上吗 转折向下 转折向上或转向下 你就听我口令 是 因为我不可能 我现在还在这个时间 就像那时候我突破16,000的时候 我是告诉大家 突破16,000什么时候会涨 对 可是那时候我也说过 CPI怎么样会见转折 CPI公布见识的上16,000 有没有印象 有 然后结果他先跌 不可面知 那我也说过 有时候会先跌再上去 所以那个日期很难抓 有时候点到了 时间到了自然跟你讲 比如说我这样说好了 比如说华格纳这件叛变事件 如果要再去演下一出呢 有另外一个华格纳呢 另外一个叛变呢 然后最后普丁下台呢 无论战争不打呢 明天就喷给你看啊 所以我现在明天跟你讲说 哇下个月或明天或后天 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时间还没到 我所有事情还没到 事件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 你听懂吗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为什么我想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啊 每个老师 你选的老师应该大家 你都觉得 他是最强的 可是你要不要选个最强最强 最实在的老师跟你预告的这一切 来我们来看一下 大盘是一路展对不对 没有错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我怎么预告的 在大盘那边的时候 预告的非常之清楚 你要就是选这样的分析师 我们来看一下 在在4月份的时候 4月19 4月19 你看清楚 对我来说简单 我还等 为什么会讲万六万六万六 因为等到万六他突破的时候 他是会 真的在突破 还是一发布的时候 他会一直上涨 他是有机会上涨 很多股票要涨的 没有关系 你知道 到得了万六吗 很明显那个时候 没到得了万六 对 所以我才这个预告嘛 是 4月份的时候预测 我说台湾股市 只要突破万六以后 就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那时候4月19在什么时候 这边是4月16号 这些日期嘛 很显然 4月19在这边 所以你去香港 你要找个分析师 是告诉你一涨 一涨的行情 没有错吧 对 这一涨 结果很神奇 这边是最高点 不是这边要是这边 因为这边还有个扇影线 这边最高点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6月15号 在6月15号之前 是不是突破万六一直涨 对 你要找这样的分析师啊 突破万六是不是一直涨 没有错 只有我这个能力 我敢去预测 因为我比谁都努力 因为我比谁都有天分 这些东西你第一次看 你看不下去我的节目 你会觉得我太臭屁 可是我们努力自己知道 来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6月15号 在台股最高点那天多少 那天就是 17346点 这边有写日期吗 没错吧 这1L的永风的软体 你可以看很清楚 这没法造假 6月15号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东西 要做就做这种东西啦 就像我过程中要秀对当当 我最不屑就是别人秀那种 看起来是真的 就是假的对当当 什么假的对当当 我秀部分对当当什么用 嘴巴说什么用 要就是有本事像我一样 直接还没有买的时候 告诉你我买什么点位是不是 对 分析师不能买股票 我买台湾50 让你知道 我可以赚1000万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算过去获利不带未来的一个 绩效保证 可是我要让你知道 我就是真男人 我就是敢直求对决 我不是做那些假的事情 然后一样 早上6月15号的时候 6月15号 要看清楚 1万7 这个画面有点问题 听清楚喔 6月15号喔 对 没错吧 这这边是一路展的预告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不好意思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臭屁一下 因为 现在行情有点尴尬 他真的有到1万8了 你才要小心 好 我也认为不会去过1万8 这个前后几天底 是没有差别 什么意思 他这个大桌头 可是他不可能每天一展一展 你听懂吗 虽然他现在每天一展一展一展 现在要走的是什么 各股行情 现在各股很强啊 是不是 各股行情把它叫完 所以我讲 他不会每天一展一展 没错吧 是 我已经告诉你了 他不会每天一展了 所以你要就这样的分析师 在6月15号那时候 给你提醒 这边 是啊 最高点的这边 6月15号没看到吧 有看到吧 你YouTube 你这个YouTube影片把它放大 在这边叫你买 在这边叫你 叫注意 只有我告诉你 而且 我还在周末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周末 礼拜六上午8点52分 有看到 有 来来来 周一应该会跌超过100点 对 有没有 来我们帮我练一下 好 这个有多少人 我要做的 就像我要秀简讯 我不要秀那种 什么超级总统会员 什么会员 我不要秀那种 你根本就不会成为那个会员的人 然后我每天可以秀假计较 我不要 好 我要选择普通会员的绩效 就很简单 普通会员都可以这样子 你觉得其他会员等级的 你自己去想 好 6月24号有4万多位订阅者 这是Telegram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加我Telegram 来 加我Telegram频道 跟加我Telegram个人 OK吗 Telegram个人是可以私讯我的 LINE 就等于 等同Telegram的频道加个人 你可以私讯我 也可以 也可以 一对多 传给所有人的讯息 知道吗 懂 LINE 可能70%文章是LINE 100%文章是Telegram 为什么 因为LINE我一个月要自掏腰包30万以上 没有必要 那我明天捐给之前的家福基金会 捐个两三百万像之前一样 报纸都有报导 好 LINE Telegram加进去 这些 我要秀就秀 实在的 因为你现在加我LINE 画面给我 你画面加我LINE 看不到之前文章 加Telegram 可以看到 我从2020年823点 拜托你借钱 我说你 说借钱来 那时候 我要求 我说借钱在买ETF 我说借钱在买ETF 除此之外不要 而且是要 你可以有限度还的 从此之外 我从来不讲借钱 我讲应该是讲的 我那时候更确定说 叫你现金为零 823点 那时候台湾50 70块 不到一年涨到140 ETF涨以倍才100% 每个都股神 还有我这一次台湾50 也是一样啊 不到100元的时候 我拜托大家 只差没有跪下来 结果到时候赚钱赚之后是我 如果你跟着我照做 你也可以赚那么多 好我们来看 4万多位 这个都可以 Telegram可以看到我之前 所有的一个奇迹 包括经济日报 有史以来最夸张的 一季188% 我不是什么 2季3季4季5季6季 加起来什么几千% 就1季 因为只有比这种而已 好不好 加起来我也可以 5-600% 好不好 是跟大家讲 43,335位订阅者 我当然不知道攻击别人 只是我要跟大家讲 以正视听 记录保持者就只有一位 好来 43,335 我的记录是来自于我的努力 跟天赋 你知道 强行报报 俄罗斯内乱的 台湾新闻还没有大幅报导 我过中第一时间报导 小汉 那时候你看我Telegram的时候 你有看到台湾新闻在报导吗 还没 那我出来新闻以后 我出来这篇文章以后怎么样 跟你讲俄罗斯内乱以后 是不是一直有新闻 我记得差不多半小时以后才有 半小时以后 而且整天大概有几十折 没有错吧 如果你有很多App 你有订阅雅慕齐我 雅慕那个 雅慕齐摩啦 雅慕 雅慕齐摩 然后你订阅苹果日报 这些 三立 自由时报 这些新闻都跳出来 一堆新闻出来 可是我第一时间8点多 都没有你在休息喔 不好意思我没休息 我没休息 有没有听到 好你看一下 我说什么 然后我说什么 你看 我说如果在 225战争提早结束 明年上股市会大展一 再展一大波 可是礼拜一怎么样 怎么样 下面 礼拜一 还是会跌超过白点 有看对不对 准备它有超级大进展 这上午8点52 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 还有什么 还有这边 6月25号 昨天凌晨3点多 你们睡没 我还没睡 我还没睡 我出去游玩我也还没睡 只有你们休息是不是 我也有出去玩了 可是我知道没睡 为什么 因为 对我来说 人生最好的游戏是什么 是如何从股票市场里面这个游戏 让你赚到钱 我帮助你赚到钱 这比我每天吃山珍海味 看那些壮丽的风景 来得更值得 如果你不认识我 第一次讲这些话 你会觉得很恶心 我做给你看嘛 所以你看一下 4万多位的一个订阅者 这Telegram的 这个Telegram 我也是一个 台湾第一个使用的分析师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 6月25号 凌晨3点多 凌晨3点多 像张玄良一样 有没有 被软禁一辈子 软禁到100岁 真的是 有没有可能 软禁还算好 普丁是习惯暗杀 他不像蒋东正一样 你可能只软禁你而已 所以 现实人生比电视影集还更夸张 凌晨3点多的文章 没错吧 凌晨3点多写的文章 所以 你想想看你要怎么回事 这都过去事 所以今天跌100点 有没有符合我预期 有 我刚刚讲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 什么时候 这个台股 还可能会跌 可是跌呢 跌里面 代表什么 有很强 为什么有强 来啦 你看外资金卖超多少亿 251亿 251 卖251亿 对 外资上礼拜什么标题 外资期限货 期限券 大逃杀 你看外资在大逃杀了 我在外资还没有大幅度卖超的时候 我已经告诉你新台币 很注意的 可是我告诉你 新台币要注意 可是我跟外资现在落重有透强 我先告诉你外资的筹码环境 在走什么 新台币 你一定要看这一波新台币 今天外资卖超250亿 我没有跟你讲 有 我请我的助理现在live给我 给我上礼拜五的 一个截图 上礼拜三就做好 上礼拜三 上礼拜三翻一下 来台币 台币 台会就台币 台币 来 在这边 有没有扁 有 晚上是扁 因为本来是不到30块换1台币 现在要31块了 对 知道吗 有 现在30.99了 所以台币扁的那样子是不是不好 所以外资是不是形容大逃杀 来 借券有没有增加 有 惨了 借券有没有增加 来 借券有大幅度增加 来到这边 那时候做的图 给你们看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借券在哪里 不见了 算了 上礼拜有没有 等我一下 我一定要找出来 一定要找出来 借券有上礼拜有没有讲 有 来这边 借券这借券卖出有 有没有看到 有 你看 多少 950万张 最好下滑一点点 可是你看 从长期这线图有没有看到 借券 外资融券增加 多单呢 今天减了一千多口 这则一千多口还好 可是你看喔 现在多单只有一万两千口 之前最多来到多少 达到三万五千口 足足也减了两万三千多口 这则怎么提醒你 有 多单的确减少 多单减少 你与其说多单减少不如说空单增加啦 因为它是个进额的概念 你听懂吗 而且多单减少 多单减少跟空单增加都做一个动作 就做空了吗 做卖 卖 其实我只有买跟卖而已 你听不懂 你买了以后卖就平仓了 所以等同于空单增加 所以空单增加 两万多口 从高到低 有 从高到现在 从最多到现在 既然外资卖大部分要200多亿 充满或送洞 有 怎麽办 第3个借卖有没有增加 有 而这些都是我在第一时间的 来看一下 外资入海空 同步怎麽样 外资入海空三军 期限卷同步做空 那一天还没有卖什麽 结果今天 整个大幅度卖超 6月21号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13万次 点阅率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造假 4天前 6月21号 有没有知道 告诉大家有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乌俄战争会今年结束 因为我认为不会只有一个人来批动 普丁 先跟你讲 好 第二件事情 俄战争一结束 特朗普洪就怎麽样 就会下滑了 然后你不是 你刚才前面还讲那个鹰派吗 对不对 不好意思我要吐槽你 就是说那个鹰派发用摇摇头 你知道像Fade Watch 摇摇头是什麽意思 我并不认同你的说法 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认同 华尔街有些说法 不代表华尔街每个都说法都对的 你要搞清楚 我才是真正赢家 因为那时候华尔街每个人在讨论 6月要不要生息 我最后是不是告诉你 不用讨论生不生息 对对对 我亲愿不要讨论生不生息了 拜托你就知道我跟别人差别 绝对不会生息 不要说绝对 9乘5一站不会生息 为什么 因为我说得非常清楚了 CPI 到了7月份的时候 要公布6月CPI 去年6月CPI是 全年最高的 9.1% 你CPI跟越高的比 你相对就越低 听懂吗 CPI越低 就今年CPI跟公布6月CPI 绝对是什么 绝对是在下滑 下滑到3.1以下 3.2以下 只要下滑到3.1 3.2 利率那么高 然后 CPI通膨那么低 你就没有必要再继续生息了 要生息也是什么时候 8月份以后 记起来比起RNG 所以7月的之前 7月底之前行情还不会马上结束 合了就上 合了什么时候呢 我已经说过了 点为什么时候 看第一层关卡 16000几 16800 16800 而且我还没有时间讲完 因为今天除全息看起来逆价差 好像是100多点 结果因为 还没有包含除全息 是100多点 期货 实际上是正价差100多点 期货很强 你听懂吗 期货很强 好 这个你听不懂 我赶紧给你解释 来 16800这边 看到 这第一层 第二层呢 16500这边缺口 最不记就是回撤这个缺口的附近 他就弹起来 记起来我的话 好 这时候你要用力买 你一定要用力买 因为我是全台灣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 从头到尾告诉你 一直涨 一直涨行情 在这一天告诉你要做 怎么样 注意一下 你不要 不要 这么开心 以为一下三万八 一万三万九 一万三两万 一万三两万 一万三三万 那是不可能的事 你要是一个甚至实战派出身 一个分析师告诉你 他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哪边 公众时报报导 泽安基金赢了 不算泽安基金 是我自掏药包 郭志同出新 0050 豪赚1000万 这能造假吗 不行 公众时报 金晶日报 都有报导的东西 而且我本来是亏钱 我指出 他指出就是我 一度赔500万元的时候 我还拜托大家买 你知道吗 有 踏着我学前进 结果我最后获利出新 1151万 我出到127.55 对不对 台湾50 现在你出129 你还卖的比我高 我已经出掉了 你要不要卖随便你 我已经跟着我出掉了 你可以卖的比我高 足足快一半个月 我故意 我是故意没有出来最高点的 我是故意没有出来最高点的 我是认真跟你讲的 我人很好 我少赚几百万 因为我那时候出掉 是不是说台股还会再涨 对 结果台股在最高点那天 我告诉你说不会再涨 说我是可以 这一波我是可以卖最高点的男人 大赚1151万 我自己的 我自己 这就真正对战单 不用去秀那种四头对战单 你怎么知道他对方几个账号 你只知道是不是什么区间 这个我是实在的区间 有没有看到 永峰有没有看到 2月到6月 你再长一点也可以 再长一点也可以 再按更新 一样嘛 我没有交易别的嘛 对 这账号我事前秀给你看 是啊 嗯 事前啊 我买单天就秀给你看 我买单天就告诉你我要买 嗯 前一天我就告诉你我要买 所以你去买单看你要买单分音师 今天行情入海空怎么样 拼命 哎呀真真怎么办 拜托你 这个标题 你有没有发现到今天的标题 上礼拜三的标题比较适合今天的 对 没有我反而慢慢给你洗完了 这就是我跟别人节奏不同 红海为什么赢人家 速度 速度啊 他一直臭屁啊 刘洋伟董事长说 那我让你知道红海的 速度跟人家哪边不同 速度啊 嗯 你懂不懂 速度 所以我 就是跟人家速度不同 我节奏跟人家不同 红海有没有机会 有 红海你看一下 恭贺简讯 好 那时候买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AI题材 第2个 郭台铭没有选总统 第2个题材共乎了 郭台铭选总统共乎了 没有了 可是至少有AI题材 所以没看到 不然念一下 恭喜2317红海 盘中上涨快3% 股价创一年多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手上持股获利续报 创一年多新高 恭喜你 你在这一年多内 买红海投资苗 统统赚钱 开心啊 开心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攻个 郑龙育儿的郑龙 郑儿育龙的郑龙 郑儿育龙 郑儿育龙 没错 恭喜1904郑龙 盘中大涨超过6% 股价创一年多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为什么 他明天要出全息 所以出全息还是有行情 出全息还是有行情啊 你去看这件事 今天连电 虽然看起来是收十字黑K 可是开盘价跟收盘价是一样的 有些软体会给你白色的线啊 你懂不懂 连几红 2 4 6 8 11红 怎么样 在这边联电要除全3.6元是好公司 那好公司啊 联电下半年就忘记了啊 你知道像台积电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传出来抱怨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些比较内幕的一些消息啊 本来要休假了 本来休假之前要加班是不然你加班喔 鼓励你 執行长 还写信 总裁为总裁写信给大家 多多照顾你的亲人吧 叫你多多赔家人 就是一直讲好听 好快放假啦 我不需要你加班啦 不要浪费加班钱 不要浪费加班钱是我自己说的 我帮你解读 他叫你多赔家人 现在呢 传出来了 取消怎么样 取消放假了 你不太能多赔家人 这些是我自己超义 就是过头的翻译 可是事实是 之前叫你赔家人 对 现在有些人被取消放假了 是 那是不是订单回来了 对啊 那台股怎么烂 可是 这一波行情 你注意一下 这一波行情长什么 长是 有梦的行情 他本来就要修正 你有梦你不是每天有梦一直喷喷喷喷 AI也不是你今天马上就可以长出来 AI 所有东西啊 所有东西完 AI机器人都有都有思想都有概念的 只是他有个突破性的发展 的确有 突破性发展到他休息一阵子 那个节奏要找我 他是大多多的行情啊 可是你不能看 看别人 之前叫你取运做多 之前叫你做空 现在叫你翻多了 结果他 话说不出口了 因为节奏没有我 对啊 你要找真的是专家 做中专家 真的全心全意的在股票市场里面 为大家牺牲搭人生 就是我啊 就是我啊 同学你去看你要怎样分析师啊 今天要有人在讲啊 来 你看这个不是我要臭屁来 一开始啊 来来 就有人讲啊 这边有讲啊 郭台铭会当科副总吗 就问政治的不要问我 我觉得不太会啦 习惯当总裁的不太会啦 郭台铭这次为什么会输 我自己判断他 他拉不下这个脸 等到他想拉下这个脸 所以来不及 不但我认为郭台铭的气势 如果早一年就宣传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 难赢最强的人 可惜啦 好不好 可惜 那一直都有 你们家会不会会演 你不乖 谢谢你们 你们都帮我 帮我捧梦是不是 这只有预告过种出现 预告什么意思 我有预告吗 我忘记了 重点是我算欣赏郭台铭啦 说老实话啦 好不好 我是说 就破例而言 好不好 我们折粉是不懂礼貌 不知感恩的群众吗 谢谢你 对不对1000多人按赞 237个人 1000多人观赛 237个人按赞 他这边有 我这边没秀出来而已 谢谢你们赶他按赞 今天直播人数我看一下多少人 1583人 1600 还好 没到2000多人还好 OK吗 所以跟大家讲 你要怎样的分析师 那除了这以外 我把它跳到前面去 我看到聊天室讯息 可不可以比较前面一点 那投资长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这个长荣 大家也很关心嘛 因为他礼拜五要除息70块钱 今天经济日报就有写到说 长荣有假除息 那这个行情应该怎么解释 怎么看 假除息嘛 因为他长荣一下子就除息大概60块 670块吗 70 70块嘛 70块 6070块 更正 70块 长荣大概除息70块 那70块不够不够 不够啊 160-70怎么够 你等同于就是 其实你有时候大概两三根跌停板 就不够钱了 那你这个单刀 单薄品不扣你就被追缴了 然后被追缴那今天涨还跌 今天没有跌喔 今天是涨的吧 对啊基本上礼拜三你之前就要追缴了 所以123你就要追缴了 那今天我们的追缴有 还涨 那 投信是卖还是卖 卖 卖嘛 对 ETF好像是0056是把它删掉了 对 卖了几万张 卖了三万六千张 结果这几天是涨还跌 涨 跌了以后怎么在涨 卖光光以后 这是卖 卖三万多张一定跌啊 卖了以后还涨 代表是什麽 他现在是一堆利空消息 请你告诉我 利空 一堆利空 筹码大幅度利空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长荣现在涨还跌 涨 涨 你要这些融资的 一定要回补或补钱的 所以代表他补钱的 或代表他卖掉了 不论怎麽样 剩下来都是什麽 都是意志坚定的人 记得这句话很重要 剩下来是意志 柯子中文你也讲过这句话 但是股票资产里面 剩下都是意志坚定的人 股票就会涨 就像12629点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觉得你们要拿钱给我赚 我谢谢大家 我谢谢大家 有时候金钱对我来说这个数字 所以我少赚一点我也不会怎麽样 我是认真跟你讲的 我很多事情告诉你 不然这一次嘛 最高点那一天 我告诉你不会一直涨 奇怪那为什麽我少点出掉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赚太多 这一千多万你还觉得没有赚很多 不好意思我不当分析师我可以赚更多 我这实力 我一直告诉你我有这实力 我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不是 瞎妈碰死浩子 然后不小心得冠军 我是一再一再突破这纪录的 有没有能力 从中到尾你就看到 就是只有我一个 就是做一些偷顾借人 人家没做过的事情 你要就这样的分析师啊 你要这样的分析师 再过10年你还是看到紫泽 还是在 还是很多人跟随着我 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好不好 成龙 利空一堆还不会跌 这绝对是利多 记起来 利空 出境的 这绝对是大利多 最大利多就是利空出境的还不跌 记起来这句话好不好 其他不用选那么多技术分析 有时候营西技术分析不如利空出境的还没跌 好不好 记有这句话 还有 8358金居 金居现在看起来有点跌 可投信其实还在买 你要注意一下金居有没有机会 他也是有机会喷出去 这个底部打底很漂亮 好不好 这金居我希望你把握住 还有我们在公二 第三个简讯我们刚才有什么 刚有鸿海 对 有鸿海 对 3%嘛对不对 创新高没错吧 对啊 镇隆也创新高 镇隆完美现行还没看的 先看鸿海 好 鸿海现行创新高漂亮吧 漂亮 1904镇隆漂亮吧 明天初前期漂亮吧 漂亮喔 很漂亮喔 这两个公会简讯嘛 另外一个什么 3035字元 更漂亮 字元是这样 起死回生的 所以字元就是典型的 接下来我要买的股票 拉回我要进场 拉回我要进场 你看字元天天在涨 哇 字元我压一堆人 我特别为你买一堆 我跟你讲 好不好 普通我也有买 但是谁点位比较漂亮 我认为特别为你点位比较漂亮 为什么 一分钱 一分货 同没有 很多人会被诈骗集团被骗人 第1个 第1个是什么原因 最主要是他们都给你免费的 我还给你秀那种假的App 告诉你赚很多钱 你也相信 我们是投资顾问 我们不经手你的钱 我们只收取会费 我讲清楚好不好 我讲清楚好不好 那些诈骗都是这样 免费送标股 免费每天送 我只一气停就送你一次 不然我免费服务 我在里面要服务会员 是不是 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意义 所以你想想看看 不要说免费 不要觉得免费 免费绝对是最不好的 免费一天天可以 如果大部分免费的 你绝对不要相信 OK吗 天下没有白吃午餐 除非你是白 白火了 不然你一定要借我这句话 会被诈骗都是这样 我稳定 有些什么基金 问你 澳省的什么基金 记起来 稳定我5% 稳定我8%的报酬 你们也相信 很多善事会公司还被骗 是啊 我拜托 没有稳定 你们每天要给我稳定报酬 我只要告诉你 主管机关也不允许我们讲这种话 没有叫做一定赚多少 主管机关不只不允许 我也认为明的这事好像没有 我只能告诉你 譬如说 台湾50我回撤 17%的绩效 你要不要放这个钱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而已 我挺多告诉你这些 没有什么一定的 只是 在这行情拉回去的时候 胜率会不会比较高 会 各位你就来找我 你就看看恭喜资源的简讯 来 恭喜3035资源盘中上涨4% 股价创进两个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虚报 我压了一堆 压了一堆 一堆粉丝朋友们 他们都压了 资源我最看好的姿意 这跟大家讲 所以资源为什么会涨 因为之前点很凶 所以回档你不必紧张 你回档你紧张是因为你选错股票 你选错财名 假设你今天最高点在这一天再到 217.5元 你买到 你怎么等到155 如果你没我简讯 你不会像我一样一百五十几 我还发简讯叫你买 你不会你受不了 你停损了 可是你不知道这个停损点反而是我买进的点 是你卖给我的我跟你说谢谢你懂吗 所以一样 809年代我直接送分题今天要买是买 买啊 他有一家这什么 高潭式研究报告研究公司啊 类似这家公司啊 去放空他的大股东啊 然后怎么样 他大股东财报好不好 关元太什么事啊 我问你一件事你知道吗 元太等于孤门独市啊 孤门独市啊 什么意思 他就是唯一的这个标签纸 唯一这些电子纸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代表产商 大客户就算倒了也没关系 会别的客户取代他的地位 那别的客户取代 这个大客户的地位 需不需要再跟元太 要这些原料 要这些零件 要不要 要 要 这才重点 所以因为这个做空的 我觉得逻辑怪怪的 在这边可以买 我好不容易等到200元 总算要等到200 我说200元以下是买点 对 今天200元就没买 是 今天200元就没买 210元的时候 这附近的时候 我叫人家买 我还等不起等到200元 你懂不懂 什么意思 因为200元今天来一下就走了 可是我照实地跟你讲 所以拉回看你怎么判断而已 好不好 拉回怎么判断 这怎么看 这个艾浦看起来这现行不 艾浦你先看2006有没有收 这会不会到2006 2006太远了 那没有办法 2006才一根而已 一根就10% 你不要去想那么负面好不好 AI绝对是未来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主軸 记起来 不然资源在涨什么 好不好 AI绝对是未来的主軸 就像一样 我也等拉回的过程中 威胜等拉回的过程中 你可以考虑买金 为什么 因为法人有在买 你注意一下 最近投信助商股 除全息概念股 都是未来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主軸 所以你去想想看你要涨分音师 想清楚 最后你要参加我行列的时候 你先想一下 我有没有一个分析师在这边 跟你讲 在这边跟你讲 16,800 不行16,500 所以今天你看到外资 卖200多 卖多少 200几 250亿的时候 你不会紧张 因为上礼拜 我已经反复预告这一切了 外资入海空三军 其卧没有做空 有啊 多单已经减了2万多口了 有 等同一个空单增加2万多口 现卧卖251亿 借券呢 也是增加951万张 外资借券 同步做空 外资借券更麻烦 因为他不用还券 他不用因为除旋形 而还券 所以期限券同步做空 你好准喔 今天做这个标题 不是 我是上礼拜就做这个标题 你不厉害 跟着 所以这一波 只有我敢跟你说 在这边一直涨 只有我敢跟你说这边 不会一直涨 只有我敢跟你说这边拉魂 你要找买点 所以这些股票买点 你去想想看 是不是一位分析师 有没有任何一位分析师 比我还认真 凌晨3点多 这4万多位都可以现正 3点多的文单 3点多文单 这个没有办法造假 而这些简讯也没有办法造假 因为我的会员人数 我跟你讲 会员人数我最多 来 资源 盘中上涨4% 股价串 近两个月新高 酸池股获利续报 有公贺 有 有没有串新高 有 鸿海 来看清楚 怎么样 盘中上涨快3% 股价串10多新高 酸池股获利续报 有没有串新高 有 还有阵容 有没有串新高 有 酸池股获利续报 所以你去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想清楚想明白 这么多公货简讯 同样你这么开心 那这些公货简讯 是不是应该属于你的 如果你想属于你的 你想要这些 拥有这些公货简讯 你要成为我会员 欢迎来人机翘起 080668085 080来来8085 记得 在小麦下跌的时候 没有小麦的人 当小麦散展的时候 你也不会有小麦 这种乐透的人 永远都属于 会愿意傻傻去买乐透的人 拉回 就要跟我一起进展做多 也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 谢贵 其实从这一次的俄罗斯政变 就可以观察到 投资长 几乎没有在休假 也几乎没有在睡觉的 为大家来进行实况的转播 外加分析 还预告说 今天台库会大跌100点以上 这么勤奋 这么努力 再加上他盘感的精准 在投顾界 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 如果说你想加入我们的行列 现在电话拨起来 0800668085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喔 最近诈骗盛行喔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组 S178 KVN官方频道 小组A178 Teregrim私人账号 小组S178 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最后这三个账号 谢谢 再见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 66 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